究竟是哪一个群体的人才真正的需要去医院 或者是要求这个医护人员来到你的家 为你做这个习惯病毒的健康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喉咙的方面还好 可是鼻子那边就会很不舒服 当下他采集样本的时候就觉得呃 被溺水的感觉 而且我回家后还是会觉得 鼻子很不舒服啊 好像还是有东西卡在那边 直到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你到底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新冠病毒检测的 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网站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婷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关于我进行COVID swab test 也就是新冠病毒检测的整个过程 本来呢是没有想要打算拍影片的 不过家乡的朋友 还有一些长辈呢 对这个过程似乎有一点感兴趣 所以今天就拍了这支影片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呢 欢迎大家订阅还有按赞哦 3 2 1 OK我们开始吧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新冠疫情是在2月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爆发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在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呢 当时的卫生部长 主机贝林就宣布 我国呢也就是马来西亚 就出现了第一种的确诊病例 嗯然后过后呢 过不久就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吧 这个新冠病毒呢就在马来西亚扩散 扩散到很多周数 一直不断的蔓延啊 蔓延到整个马来西亚 那么直到3月18号的时候 马来西亚政府呢 就采取了行动管制的封锁措施 我们就称为MCO 就是在那段期间呢 商店是不能停业的 人们也不能随意外出啊 也不能举办一些大型的集会 或者是庆祝派对 那么由于我本身是记者吧 所以在那段期间呢 我还是会被派到去去外面采访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呢 我也有戴口罩 不过我还有跟受访者啊 这个联络号码 In case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 我也是可以打电话给他 Hello 你可以隔离了 这样子 那直到有一天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自己的身体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哦 然后有一点发烧 然后还有一点点呼吸困难 那时候我就非常害怕哦 我就去了公司的诊所去看病 那时候呢 医生是跟我讲 那时候是在3月份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只能去政府医院才能做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 那如果你不是接触确诊患者 又或者你是 你不是出席那个有确诊患者去过的机会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政府医院是不会帮你做这个新冠病毒检测的 因为他们也要节省这个资源 那个是当时3月份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哦 然后最后啊 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服用了这个退烧药 过几天呢 我的情况就真的是改善了 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可能因为很多人一直听到这个新闻啊 所以会感到焦虑不安 所以会导致自己会感到非常害怕被传染 那么在这一支影片的后方 我就会和大家分享 究竟是哪一个群体的人才真正的是需要去医院 或者是要求这个医护人员来到你的家 为你做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 那在这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做 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出现这个病状的话应该怎么做 那大家就要留守到影片的最后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和大家分享 我接受这个新冠病毒检测的过程 病毒还没有散 马来西亚就已经换政府了 就是从西蒙政府换到去国蒙政府 那现任的国防部长尼斯麦沙比尼呢 他就宣布 如果你在红区工作的人呢 就必须要进行这个新冠肺炎的检测 隔一天因为我本身是住在红区 然后我的公司也是在红区 那隔一天呢 公司就非常有效率的安排了KKM的一护人员 来帮我们做这个test 这里要非常感谢我的同事 帮我记录下人生这么难得的一刻 希望没有下一次啊 因为毕竟这个test 呃 是可以确保你没有中COVID 可是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辛苦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先拿我们的IC 出来登记这个资料 然后我坐在 我坐下去椅子的那一刻呢 其实我的头脑是已经蒙了 我不知道是要先开嘴巴好欸 还是要做什么 不过 无论是开嘴巴还是鼻子的 其实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把你的头啊 就倾斜大概二三十度左右吧 因为这样呢 其实可以方便那个医护人员在采集你的样本的时候呢 会比较容易 他不至于用那个Cotton的那个一纸的那个棉花棒 就很难啊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话 就很难检测到那个样本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喉咙的方面还好 可是鼻子那边就会很不舒服 当下他采集样本的时候就觉得 呃 被溺水的感觉 而且 我回家后还是会觉得 鼻子很不舒服啊 好像还是有东西卡在那边 直到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这个感受呢 这个感觉才会慢慢的散去 那么这个新冠病毒检测报告呢 大概是需要最迟呢 两天就可以出炉 因为我们是大规模 很多人一起检测 所以我们需要等到两天 那个报告才出炉 然后在你做完这个sap test过后 那个卫生部的医护人员 就会指示你直接回家 除了公司还有家里 尽量不要去其他的公共场合 因为怕在等待病毒报告的这段期间 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确诊嘛 所以接下来呢 就要和大家分享 到底是谁才真正需要去做这个sap test 第一呢就是你曾经密切的接触过确诊患者 第二呢就是你在14天内 从海外回来 然后出现了发烧 喉咙痛 呼吸困难的这一种状况 如果你是有以上的这些状况的话呢 就必须要马上拨打电话去政府医院 由医护人员来判定 你到底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新冠病毒检测的 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网站 这个网站呢其实在很多主流媒体都已经有分享过了 如果呢你只是出现一些轻微的状况 然后就好像我之前这样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受到感染的话 那么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到卫生部的专科线上门诊服务 去那边查询 这个网站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我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放在影片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看 当大家登入这个专科线上门诊服务的网站过后 可以看到右上角可以设置一个英文或者是博文 在这个网站呢大家还可以咨询 能够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医院名单 还有一些电话号码 此外呢这个网站非常特别的就是它还有一个 这个as doctor以及access your risk的这个功能 就你只需要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然后这个分析报告就会寄到你填写的email里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那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资讯呢 是对你有用 或者对你身边的朋友有用的话 就欢迎大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so that更多人可以了解到 关于这个新冠病毒检测的资讯 那以上只是我一个个人的小小分享 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还有点赞 非常时机照顾好自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